《大方法王金刚》 就是大王金刚的倒影 最后有文武百尊出现 这是在指导一个人 在往生佛国的时候 会出现的现象 很简单 一定要记住 当你看见非常强烈的光 陷在你的眼前的时候 你就融入它 那是本初光 那是本初的佛性光明 这个光明的显现 不是来自于其他的地方 而是来自于你自己的佛性 有两次机会 这个机会过了 你只有文尊的机会 跟物尊的机会 即半文武尊的机会 就是你的本尊出现 你融入本尊 这是第三个机会 你的护法出现 你融入护法 这是第四个机会 还有一个机会 就是愤怒跟微笑的本尊出现 这是第五个机会 你往生的机会 这五个机会 这五个以后 你就要六道轮回 就不能够往生到佛国净土 你融入了光明里面 你的本初佛性 你的本初佛性 并现的光明里面 你就成佛了 你融入了文尊 你就到了文尊的净土 融入了五尊 就进到五尊的净土 融入微笑跟愤怒 两种的净 合一的净者 你也能够到本尊的 这个好像是说 金刚神的净土 这五个机会 很恶要 简单恶要 跟你们讲 除了这五个以外 你就要六道轮回